稀里花拉水從天花板降下 底下團圓四處逃窜 大家顧不得自己淋濕 衝上台搶救樂器樂譜 板不動的音響 燈光設備只能無奈的被淋濕 好不容易水停了 但表演場地一團亂 樂譜髒兮兮 損失估計超過60萬 隔天就要開演了 最怕表演當天又降水 可以看到出包的就是台中中心堂 先前11月的時候 藝人許孝順跟蹦恰恰的樂團 在表演的時候 消防系統突然降下大水 舞台整個下起雨來 4號又發生同樣的事 第一次碰到場館 會出現這樣子 無預警的灑水的狀況 而且我們之前也已經 跟中心堂相關單位已經詢問過 這問題會不會再發生 他們也給我們一個非常含糊的回答 擔心的問題傳真 台中中心堂演繹傳說 灑水場地真的遇到了 其實除了知名藝人的樂團朝央 去年9月也發生過同樣的事 灑水系統三度出包 官方卻還是無法解決問題 我們就是會除了機器設備之外 我們會加派專業人力 然後來在演出的當中 官方承諾會有應變措施 卻無法保證不會無預警灑水 還表示有狀況可以退票停演 場地管理狂出包 樂團無法安心演出 但最大的受害者 應該是中部的觀眾 記者程師員李孟章謝雲珍 台中報導 騙騙2 請真辣 禮先生